接下來我們要請教一下 白玉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2023下半年的投資運很旺 是 那我們來參考一下 太陽上升和冥王星 下半年投資運旺的 第三名 牡羊座 所謂的口碑就是 我們平常做了什麼事 那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的一個扛棒 告訴別人說 其實我這個可以做到 如果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延續做下去 所以在這裡口碑 就是我們以前做的事 以前做的事 幫助我們未來 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雙子座 投資報酬好 風險低 投資報酬的好壞 通常是看 我們對於一個標的的認知 通常雙子對於標的的選擇 是非常的有它的想法 但是有可能混亂 那2023年下半年的投資運 它很容易去選中 那些好的地方 那我剛剛忘記講了 牡羊座可以選哪些呢 假設你要去投資股票的話 像營建 航運 通訊網路 電腦周邊 或文化創意都可以 而來到雙子座呢 關於生技 食品 紡織 汽車 油電 光電 化工 這些都可以去看看 好 來我們來看第一名 射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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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有莊姐 等一下喔 正值收入再創新高 射手座正值收入就很不錯 但它如果在正值方面 有以下的一些產業別的話 它的投資也是很不錯 哪些產業別呢 比如說像金融 有些像ETF什麼的 半導體 貿易百貨 營建 觀光都可以 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像有莊姐 雅蘭姐和篤玲哥 剛剛好冥王星都在處女座 全部都在處女座 很有緣喔 2023年下半年呢 這個投資運落在第五宮 落在第五宮代表什麼呢 要看大家的野心 有沒有目標 有沒有野心 有時候錢在那裡 你要不要賺 有點像疫情的第一年 第二年的上半年 大家都賺了 而且獲益率都在20% 30% 就是這個平常算很高 但是那時候算基本 可是有些人就不會碰股票 有些人就會碰股票 所以要有野心 然後要看目標 那如果有這些的話 可以真的可以投資 還可以穩賺不賠 投資哪些方面呢 比如像娛樂 親子 觀光 文化創意 這些行業都可以 那像成語 冥王星在天蠍座 所以2023年下半年 我建議你是著重在學習和合作的部分 把它投資到自己身上 或者投資到你的人脈關係上 對你來說 未來的方向會更明確 好 沒問題 謝謝老師 祝福大家 兩百多耶 兩百多 而且我是股市小白 我才剛剛買而已 我大概就是 航海王 還有一些周邊的什麼 那是誰報給你的 你也不會是射飛鏢射中的 剛好我加入一個 那個就是投資 那個不是什麼 賣那些群組 都不是 對 就是證券公司 對 我們那證券公司 剛好有在 就是在研究這一些 就是覺得說 這個航運是可以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 你知道嗎 我買 我從大概三十幾塊開始買 買到漲到兩百多 兩百三十幾 然後我都沒有賣 可怕的是 就短短這一年間 我真的碰到 所有的什麼助益股 處置股什麼 我很多周邊的朋友 大概股票做了幾十年 從來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都是從我這邊學到這些 然後我這個 它大部分都被套牢 只有我這個 百分之兩百多 三百多 每天每天都在漲 然後我們買什麼 漲什麼 我朋友就說 你買那麼多 到時候你根本來不及賣 我說 我心想說 怎麼會來不及賣 都在漲 明天都在漲 我隨便要怎麼賣都可以 結果沒想到 有一波跌下來以後 真的來不及賣 真的來不及賣 你說賣都賣不掉 就那三十幾塊買的 後來多少錢賣的 因為我又一直在追高 所以我的均價就變高了 我等於後來 三分之一 就是可能賺到生活費 然後再來的三分之一 就可能就是有跑掉 然後再來三分之一 現在目前就住套房當中這樣 但友莊姐這個金牛 真的是 說你前陣子全家 幫你開生慶生 開心慶生 結果你就是那種 最煞風景的媽媽 怎麼會這麼浪費 花這麼多錢 媽媽好像都這樣 你的媽媽都這樣 真的嗎 每個媽媽都這樣嗎 有很多都是這樣 像你這麼年輕的媽媽 這樣比較少 我真的覺得是 我跟你講 真的不好意思各位商人 我真的覺得很多的節日 都是那些商人 為了要賣東西 賣東西 然後才說這個節日要怎麼樣 那個節日怎麼樣 我完全都不要的 我覺得說 那給錢呢 給錢要不要 如果你要買禮物 不如給錢 像他們生日 或家人生日 我都是給紅包 他們說不要 他們要禮物 我說你們就是喜歡什麼 我給你紅包自己去買 對 對不對 要不然我買的你不一定喜歡 對 我是這樣想 他們要驚喜 那是一個紀念性 你看他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錢 給你 你喜歡賣自己的東西最好 對 我就是這樣想 那我覺得現在 我就什麼都不缺 你們也不要花那個錢 對 我覺得平常 開開心心 你們聽話 家事做好 我比較在乎這個 你不要在節日的時候 給我一個東西 那我不會自己去買 對不對 所以我就已經 真的是很驚慮 就他們請你下來吃飯 因為不太好訂 而且我的生日在五月 都跟母親節是 同一個月份 所以他們其實也很省事 也OK 反正我也不愛過節日 我們就這次挑了一個 就是自助餐 吃到飽 對 帶我爸爸他們 一起去吃到飽這樣子 也很貴 好幾千塊 好幾千 你們幾口人 對 很多人 八口人吃好幾千塊 好幾千塊 對 你看吃也吃不多 然後好幾千塊這樣 我覺得很浪費 你們還一起拍了跨時空合照 但我弟想拍這個 寶弟 對 這是友莊姐 他們是取笑我的妝 沒有人取笑 你看我媽自己腦補 沒有人要取笑她的妝 有 寶弟 他說你戴那個 那個時候的妝都很土 寶弟零歲的時候 零歲 成語三歲的時候 對 友莊姐二十八歲的時候 到今年寶弟都二十五了 你看她在學小說的表情 真相 成語二七 媽媽十八 對 越來越年輕 還有一個小女兒沒拍進去 她在幫忙拍照 你們一起集資 一起集資送了媽媽一個手環 我跟我妹一起集資 送我媽媽一個手環 就是她手上戴的那個 漂亮 因為我有看到她喜歡這個 但是她沒買 因為她平常就很省 但是因為我也不知道 它是什麼牌子 所以變成我跟我妹 就去逛 我們就一直去看 哪一個到底是哪一個牌子 那最後終於才找到 我們就買 妳是曾經看到妳媽在那邊 她在 前窗前面這樣一直看 很多次這樣子嗎 她不是在除窗 她是在 我忘記是在哪裡 但是我跟她出去逛街的時候 路邊攤 對 應該是類似路邊攤或什麼 然後她就是看到有這種 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本身很怕蛇 對 我很怕蛇 然後我就是小學那個書裡面 有蛇的內頁 我都不敢去碰的那個 我不怕蟑螂什麼 不怕蟑螂家裡面有 我都可以用手把她打死 我什麼都不怕 我就是怕蛇 那可是我不知道是 隱約從哪邊得到的訊息 就是說 我的不知道生肖還是什麼時程 可能三合還是什麼六合 蛇可以幫我帶來財運 我才想說 是不是 對 帶一個這個 然後一方面克服我自己的恐懼 然後另外一方面改變磁場或帶來財運這方面的 而不是說我單獨 單純喜歡這個東西